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枪大压力亦在前面 收盾运动场亦在对面 专事东到另一边 回到铜锣湾的方向 湾仔道也是在这边 沿着太原街 走到黄河大道东 看看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我们先认识店铺的情况 像阿斜这样 现在是买鱼粮的 鱼带 这些店铺 今天是礼拜 看到人流都可以的 很多外籍的外浴客 这些袋子 很多这些袋子买了 这里有没有 我们先来这里 如果在鱼肉里面 你根据过去 它就没有在鱼肉里面 现在来吃地方 也就有这个 我们先吃到鱼肉里面 而且都没有在鱼肉里面 外衣褲 全都是外用 要賣花 要聞一下 下班了 再見 賣衣褲多一點 再見 放下 吃飯了嗎 對 吃飯 吃飯 沒有 人樓也不少 都是買便宜的東西 對了 有衣服 要不要買 我也是 是 永遠 這些 有賣蛇 不過現在的季節 賣蛇 有少許人吃 口罩 看到 口罩 很多衣服 沒有這些東西 賣 看到 兩邊也有 其他牌檔 我們今天走這個 這條街我們要直走 先走 直走 先走 這邊 突然間 人樓便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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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最多人都是 直至剛才 當時東道那邊 最多人都在那邊 這邊 就 雪上草草 都是這些 賣飾物的 套口 出回來 就是這個 新樓的位置 我們向後面 踏一鏡 排檔 就來到這裏 其實 我們走 一邊走 一邊走 和小國王后 帶到 這邊突然間 沒有了 排檔 就突然間 靜光了 除了特色的 剛才那些 排檔的位置 走回到 黃河大道 東雅 以前那個 關制郵政局 變成一個環境保護署 環境資源中心 就在對面 郵局搬過 過少許 合和 這個 中大廈 就在這裏 就是某個位置 拍攝多次 這個太陽街 這集就先講到這裏 大家對這集有什麼意見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